越嶺到香山在下午的3點到5點都會有一些車曹的雍舍 而其他路段呢大致是正常的 南部地區呢在國五的東向以及西向 都會有在早上分明在早上下午時段大概時速會維持在80左右 那其他路況大致是正常的 那今天呢我們一樣在國五的北向 北向的部分會我們會實施 再來在下午3點到8點會實施高時代管制 而早到封閉的部分今天是沒有實施的 而收費措施的方面呢今天會實施單英費率 以及國三的差別費率還有0到50的暫停收費 那今天呢特別盯您在南部地區的朋友們 在我們在早上9點以前盡量要北返的 就盡量先早上9點前先出發 而中部地區呢在中午12點以前就先出發 而國五的部分就是建議在早上9點以前就先出發 而空間分流的部分呢建議可以行走 國一國三來替代台六一 來行走台九來替代國五 行走台六三來替代國六 然後還有我們新的替代道路 可以由走台七四接國四 來避開中部地區的國一國三的擁設路段 那在假期間內也呼籲大家可以多多搭乘我們的公共運輸 那當然搭乘公共運輸也務必要做好我們的防疫措施 那也不要皮撈駕駛 不要超速不要酒駕 行車的時候也務必做好保持安全車距的行為 那在上路的前呢我們也可以利用我們的1968的APP 來即時的去看一下 現在哪邊的是比較庸設 還有建議是可以走哪些替代道路來比較方便 那你在旅行時中可以減省時間 也可以避免塞車 那以上是我們早上8點的路況預報